後面有12道題 那12道題其實基本上就牽涉到那個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 所以第一個問題 請問一下 這個公司的總業績多少 那其實總業績 應該蠻好找的 應該在消貨 資料組檔裡面的消貨 消貨金額 其實把這邊全部加在一起就OK了 有沒有 所以當然有個方法你把它sum一下 或者是如果假設你真的要用那個如果你不用什麼 你如果不用樞紐分析表你可以Ctrl向下 Ctrl就按向下意思說 請你幫我移動到這個範圍的最下面 那當然Ctrl shift向下是選取 我們沒有要選取我們只是要移動 所以Ctrl向下再向下 那你可以利用那個 最簡單的方法加總會吧 Sigma 加總 他會幫你把什麼上面的東西全部加在一起 打個勾 其實這個就是他們公司的 總營業額 應該是 百千萬 百萬千萬億 24億多 OK 那這個金額的話呢如果說你 第一個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如果假設我們一定要用那個樞紐分析表來做的話 其實你可以 一樣插入一個樞紐分析表 一樣把這個 主表給選起來 其實很簡單的方法 前面我們講過 如果你要算營業額 直接把那個什麼一個欄位 拉到哪裡呢 銷售金額 特別注意喔 你想說他拉到哪裡呢 底下有四個框 四個位置讓你挑 其實就拉到這裡就好了 那個呢列標籤要嗎 不用啊 因為這公司就一個 就全Total了 不用任何一個地方 然後營標籤要不要不用 所以你會發現我把那個銷售金額拉到 10 放開 你會發現總Total的值有沒有跟剛剛一樣 應該是一模一樣才對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千封售符號 把那個小稅拿掉 有沒有 其實結果是一樣的 只是說 所以啊以後方法蠻多的 像樞紐分析表 你不給他類別 他就是全部的意思 那再來呢 所以他第二個問題 他第二個問題問什麼 第二個問題 各縣市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說我今天要區分一下 縣市的話 那接下來我就把這個 金額 全部再拆成不同的縣市 那怎麼拆呢 當然一樣 我們就切到剛剛 切回來剛剛工作表1 你再把什麼呢 縣市名稱 這邊有沒有縣市名稱 我們看一下縣市名稱 把它拉到列標籤就可以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那個 裡面 有縣市名稱的部分 找到之後的話呢 把它拖拉到那個 這個 這底下 縣市名稱找到了 縣市名稱有沒有 把它拉到哪裡 列標籤 放開 這個時候有沒有 他就會按照 所有不同的縣市 自動幫你做 那個縣市的總額 當然如果說你今天想要知道 到底哪一個縣市 他的業績是最好的 其實很簡單嘛 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不包含總計 再切到資料裡面 Z到A就可以了 馬上知道 台北市 光那個 金額 你會發現 一枝獨秀 如果跟其他縣市比起來的話 他這個地方的話 等於是 就已經11億了 OK所以基本上已經 光一個台北市 就底上 等於是應該是 快要是所有的縣市 一半 當然如果你想要知道百分比 我前面講過 你甚至可以 把這裡面的金額 這邊的 銷貨的那個金額 你可以把它改成百分比 一樣 值的欄位設定 值的 顯示方式把它改成 總計百分比按個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會變成百分比 所以你會發現各個縣市 所佔 假設吧 這一題當然是 每個縣市所佔的金額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 所佔的百分比的話 你可以在 把它改成 剛剛講過的 就是 在 值的部分 值的欄位設定 改成值的顯示方式 在這個地方 這邊最後 把它改成總計百分比 OK 這樣的話 顯示出來就非常明顯 也就是說 這家公司呢 他的業績 最好在台北市 佔了 47.8% 如果你要把它取整數的話 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 把它小數點拿掉 OK 48% 16%是桃園 然後 其他縣市 OK所以基本上的話 如果我要統計的是那個 各縣市的 這個 銷售金額的話 業績總額部分 那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呢 不是只有縣市 我希望能夠再加上什麼 加上各部門的 部門的話怎麼加上去 所以理論上你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縣市部分 不過我還是把它恢復 恢復成百分 這個百分比再把它恢復好了 所以如果再恢復的話 值的欄位設定 如果恢復的話就把 值的顯示方式 改成無計算 那無計算的話按確定它恢復了 那如果我要再加上那個什麼 這個各部門的話 不過各部門有兩種加法 一個是加在 同一列 裡面 一個是加在 那個藍標籤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如果 部門名稱 假設這邊有部門名稱 我要加到哪裡 加到列標籤裡面看看 你會發現 這樣是一種呈現方式 另外一種呈現方式 把它放在藍標籤 OK 這是另外一種呈現方式 兩者交差比 一個是說我放在 縣市的下一層 這樣可以看出什麼呢 每一個 那個縣市下方 它對應到的 部門 所銷售的金額 這個部分的話 等於是 次一階的那個 金額部分 那如果說我今天把它放在 藍標籤裡面的話 可以看出兩者直接交叉的 比對方 當然 裡面我剛剛講過 如果裡面沒有 像有一些 部門 業務二科 它裡面好像沒有針對那個 有些線像 台北線 新北市 台中市 有些是沒有的 如果有些沒有的話 你會發現 它這邊就空下 空下我前面講過你可以再到 選項裡面的 選項 可以把它若為空值顯示為0 這個可能習慣就把它加一下 這樣的話它就會自動 在裡面會放一點東西 至少會是 一個減號 至少讓我知道說裡面是沒有資料的 好 這個部分的話是 那個縣市跟 那個部門之間的關係 那再來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 其他的話第3個問題 第4個問題呢 他說各部門 跟那個各 產品分類 業績轉額 OK所以它這個地方的話是 不要縣市了 然後呢一樣是有部門可是 還要再加上那個產品 所以呢這邊的話我可以把那個縣市拿掉 把部門移到列標籤為主 再來怎麼樣呢 所以各部門顯示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假設我們要單獨看 這個 業務1到4顆 其實可以排序一下 哪一個 業績比較好 看起來業務3顆是最強的 OK 但是呢 賣哪一個商品是最OK的 你可以再把他的那個 叫產品分類名稱 那也是兩個方法要不就是放在列標籤 要不就放在哪裡了 藍標籤 我們來看一下藍標籤好了 那你會發現每個部門 他們賣的東西哪一個是賣的最好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 可以再做一個排序 目前看到 這邊看到的 會就是說呢 哪一個產品賣多少錢 的一個細項 所以可以看到 當然 這邊賣的最好的 他好像也是主機板 因為主機板的銷售他的 單價相對的比較高 OK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那個業務 每個業務部門的那個銷售情況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 第五個問題 可否將上表中 藍列對調 藍列對調的話 基本上就是什麼 把那個 分類放在列 把 部門放在藍 OK 顛倒一下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就顯示出 不是以部門為主喔 而是以那個 賣的名稱賣多少錢 你可以看到這個公司基本上 業績賣最好還是主要以主機板為主 已經是20億 所以佔了 當然如果你現在看到的是 他的那個佔的 顯示是百分比 我剛剛講過你甚至可以把它改成那個 就是這邊有一樣 可以把它改成直的 欄位設定 甚至你可以怎麼樣 針對這個部分 去畫個圖 那個圓餅圖 剛剛有講過 請各位 先針對那個 第1到4的 這個 五個問題 分別把它完成 好啦 先試一下 待會再來看 我們看後面還有幾個 6到12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